部長,各位官員大家早 主席,我請部長跟署長 請江部長、葉署長 紀委員好 這個請叫署長好了,部長 我先請叫署長 署長我們全國 全國地區順向坡有幾個地方 一萬多 我先跟你講一萬多 依據現在我知道 好像一萬五千七百六三順向坡 這個 一個地方 就是說會造成 鹽體滑動 基本上應該有幾個條件 第一個順向坡 第二個可能是沙岩 或是葉岩 第三點還要經過人為破壞 所以要造成整個 鹽體滑動或是造成 前幾天 國山 走山的那種狀況 其實 也要很多條件來配合 所以 我們在那邊擔心就是說 包括我們的小林村媚村 也是經過人為破壞 後面好像做一個很大的工程 然後加上 一個很大工程加上那天的雨俏 超大的 順向坡 造成整個小林村媚村 換句話說其實 像這種走山也好 或是整個鹽體滑動 或是造成一個大規模的 這個土石破壞 它條件要好幾個因素 湊在一起 那現在我們常常有一種現象 就是說 發生一件事情 大家一窩窩窩來檢討 而且呢 檢討是必須的 防礙是必須的 可是如果緊張過度啊 包括說公布敏感地區 我本身不是建商 而且也沒有建商的這個經期 所以我很客觀的講 公布敏感地區是讓這個居民更放心的 還是更敏感的 也要考慮這個問題 有些時候啊 有些時候 這個不一定會有事啊 但是天下本無事啊 我怕到時候會變成庸人自老 剛剛又提到執照的這個 核發的問題 我們部長跟署長就說 這個應該是交給我們地方政府來核發 這個權者分明 基本上是沒有錯 可是我又擔心就是說 如果說我們把這個責任交給地方政府 一方面地方政府有沒有這個能力 二方面會不會造成其他人某不張 或是他的權力如果過於大的話 會不會又造成擾民甚至於不便臨的那種現象 我的意思你要知道就是說 其實我們的很多縣市政府啊 包括一些監管單位啊 其實常常是一些民練的來源啊 所以這部分也請我們署長跟部長 要多做了解 就是說 那你不可能把這個 執照核發把它搞到中央來 可是你全部來授險地方 而又不去做相當的管制或是注意的話 我怕有些時候弊病就從那邊產生啊 我在這邊是要提醒署長跟部長 我們不要這樣 這個是應該屬於地方政府的 然後一鼓腦就把所有的責任 或是他權者交給地方政府 反而啊 讓他們責任 或是讓他們權力加大以後啊 你可能做個部分的 欸 這個權者分明 但是問題是變成其他問題會產生出來的 我這邊提醒部長跟署長齁 未來要注意相關的相關 就是這些可能的弊端 或是不辯明 會因此而產生 就是說 你解決一個問題 恐怕另外一個問題會產生齁 那我問一下署長 斷層代有幾個 我們台灣有幾個斷層代 對不起委員 這個我還真的不知道 然後地資 地資 地調所 地調所所長 地資調查 地調所所長 委員指的是活動斷層 反正就斷層代 地震可能會引起 這個 災害的斷層代 現有的 有33條 33條 那涵幹的面積呢 因為斷層的長度 幾萬公頃一定有吧 幾十萬公頃一定有吧 沒有 沒有 因為它長度啊 它斷層是一條線 所以它是長的 好 那如果沒有剛好在斷層代上 理論上 如果說房子蓋在斷層代的這個 附近的幾公尺 可能會影響安全 理論上 這個 921地震的經驗 是100公尺的範圍之內 建築物破壞最嚴重 如果說這一條斷層代 你說如果說用100公尺來算的話 那你想 那全國 就是說 會因為地震來產生災害的 那邊就很大了喔 地震的災害範圍更大 地震是區域性的 我知道啦 地震的災害更大 國一大天發生之後啊 我們中部地區 我記得有一次公佈斷層代 那個斷層代 那個斷層代是很嚇人的啦 換句話說我們現在很多的重要建築都在斷層代上嘛 包括嘉義的中正大學在梅山斷層上 我們海線地區台中線就有好幾個地方在斷層代 好幾所國現在的國中小也是在斷層代上啊 那其實說非常危險啊 那你說哪個地方能夠住人啊 這樣一說什麼地方都不能住人的啦 我的意思說 當然我們了解最危險的地方在那 我們對災害的防治是必須的謹慎的 而且要非常的可以講說 要 就是說要防範未來未以籌謀沒錯 可是如果說你過度的擔心 或是說有些說超之過急 甚至於防衛過當 也會引起人心惶惶啊 我打個比方啦 我們王清風部長為什麼下台啊 這個不相關立體我問你啊 王清風部長為什麼下台啊 我問署長好了 來自然的所長 這個政治的事情我不太懂 部長王清風下台是不是因為 要捍衛死刑犯啊 要保護死刑犯的下台是不是啊 根據報紙的報導 王清風部長是因為他堅持他反對死刑 換句話說他反對死刑嘛 他不想執行死刑的下台嘛對不對 結果沒有想到他因為他反對執行死刑 而且好像是說欸 他覺得這個應該廢死結果他下台 結果沒有想到 因為他反而更加促成死刑的快速執行 搞不好他以前不要捍衛這個死刑犯 搞不好他這個死刑犯到現在活得好好的 愛之是主害之 我的意思是這樣 我今天不是 我今天不針對這個死刑犯 是不是該廢死怎麼樣 我沒有意見齁 我沒有意見這個可以交給社會來公平 我的意思說很多事情 其實你是愛他的 你是關心他 可是你關心過度變成害他 很多很多很多 這個這個 我們其實發生很多事情 我是覺得發生的時候 大家一窩窩來檢討 然後呢 當然過陣子可能就說欸 過幾天這個這個事件過去之後 大家又不關心了 恐怕過了幾個月幾年以後又發生 當然這個是必須去避免的 可是我們常常說欸 發生的事情過度關心 可是其他還有更重要的事情 去反而來忽略的 所以我是有感而發啦 包括我們這個死刑的廢除 今天當然這個內政委員會 不是要討論這個問題 但是我是有感而發 沒有時間來執行我們吳定院長 吳定院長他說 我們這個死刑是基於社會正義跟違法行政 結果他引起歐盟的一個譴責 歐盟來譴責我們 那到底是歐盟對還是我們對 我覺得很奇怪 有些是我們這個社會價值會錯亂掉 好 我們可以講依法行政啊 是你依法 你到底有沒有經過 欸 如果經過事件之後 是不是還是依法呢 我的意思就是說 其實站在這個位置很辛苦 每發生一件事情 就很一大堆人在一直 哇 當然你們一定要面對必人之二 可是 就是就是因為九二一大地 民國87年 這個 這個林肯大軍發生之後 我們檢討 30度以上的坡度不能開發 是 不能開發 那20度以上的順向坡不能開發 是這樣子 是 原始上是對的 其實這樣也 可能保 就是說 可能讓一些可能 會發生這個災害的一些地區 我們不要讓它開發 可是 其實也誤殺了很多 本來是安全的地方 結果影響到民眾的權利啊 這個地方 這個部分你們都沒有考慮到 我當過鄉長 如果說以大都山台地那個結構來講 大都山台地那個極配是天然極配 最好的極配 它裡面的黏土 紅土是 黏性非常強 我們做那個 那個衛生也蠻長喔 90度 做90度 十幾年了 連一顆石塊都不會掉下來 你看看每個地方的地址啊 不是一概二百 三十度以上 不能開發 會崩塌的是 葉岩沙岩啊 滑動地層啊 還要破壞 好幾種因素 好幾種因素 構成才會產生問題啊 不是說 幾度以上有問題 幾度一下就沒有問題 所以我這邊提醒 我們相關部會 這個 這個 部長還有相關的主管官署 要 委員提出的 一定要審慎 儘快的去處理 儘快去做 可是也不能因為 很多委員諮詢之後啊 都改變立場 然後呢 反而引發其他 不必要爭議出來 好 部長你看反了 非常感謝委員的提醒 委員 剛剛所言 確實有其中的 這些經驗跟道理 我想 我們未來在處理 這個 山坡地的 憲建政策 還有這個 是否要公布 這些山坡地 住宅等等 這方面 我們一定會尊重 專家學者的 專業判斷 而不會用我們一般的 素普的想法 去做決策的 謝謝 謝謝委員